好我们上午的话呢讲详细页的设计 下午的话讲能像精修 首先在我们先来预览一下上午的详细页的内容 第一的是详细页是什么 然后详细页的设计的作用 然后详细页需要有哪些展示的内容 它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最后一点呢就是详细页设计的固局排版 首先在讲详细的之前 还是对昨天的一个支持点的进行一个复习 第一题 专题页的概念是什么 文哥请回答 好第二题 这个还是给他一点展示啊 虽然照顾足了 好第二题啊 专题也有拿起来有类型 分别是什么 文哥点一个 然后你也瞧住 瞧住一个 你再点一个吧 行我点我点 你点了吗 好 张文请回答 好给他一点掌声 这题很简单 第三题 专题网页的头图布局 有哪几种类型 张文点一个 好 那个小张最近怎么声音那么小了 长得不舒服吗 好 还是给他一点掌声 再大点就一样 好 第四题 活动专题的构成要素 有哪几点 小张点一个吧 好 那个声音也有点小 但是是对的 回答 来 长得鼓励 第五题 活动专题的牌板 我们讲了几点 分别是什么 赤灰请点一个 好 行回答 你最后一个是什么 好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 好 那我说一下 以后回答问题 声音大点 虽然火的通道 一样的话除了文课以外 其他声音都太小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内容 详情页 首先呢 什么是详情页 我们想想 在电商里面 详情页呢 主要是描述产品的 就是描述产品的 它是电子商务网站 点击产品图 跳转今天的页面 好 把这个概念进一期啊 先看没一句话就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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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记来之后我们打开一个网站 然后呢 预览一下 还是淘宝啊 好 首先进入淘宝网的首页 然后呢 点一款搜索 搜索完之后 详细也在哪呢 点击这个产品图 我们知道点产品图它会跳转一个新的页面 对不对 跳转完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页面呢 就叫做详情页 但是我们的详情页呢 一般就是这些详情页 整个页面都是详情吗 并不是 一般指的是什么呢 点一下 点一个这个 这个详情页 不怎么好看啊 找一个好看点的啊 开发眼睛了 潮流T恤吧 好 就这个页面 蓝头 好 点进去之后跳转了产品图 然后呢 你们每次点击这个产品图的时候 有没有翻到底下这这种界面去看看 有没有去看这个界面 这个叫什么呢 我们把它这么一块 到这个部分的 这么一块 然后一直往下移 往下移 移到最后 整个一块将做什么呢 详情页 就是如果以后工作去做电商设计 那么设计详情页 设计成了 设计这么一块 这个还需要摆吗 这些蚊子还需要摆吗 需要摆 咱不需要设计的 因为商城里面已经摆好了 只需要那个运营或者是那个 管理后台的工作人员进行上传就行了 懂了吧 详情页呢 只用做这么一块 这个需要做吗 不需要 就是在后台里面直接去更改文本就行了 做详情页呢 只需要做这么一条就行了 懂了吧 我们指的详情页就是指了这么一条 那么我问一下大家 一般详情页有几个页面啊 每个产品的详情页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对 比如说我们点的是这个蓝头的 然后我们点这个 飞乐的 详情页呢 他的这个详情页呢 又是不一样的 发现了吧 就是每一个产品有不同的详情页 发现了吧 每一个产品有不同的详情页 然后呢 这个评价是官网自带的 知道吧 只要有评价官网自带的 一般设计详情页主要是设计这一块的效果图 只设计这个块 懂了吧 然后一个长条 基本上它都是一个 从上到下 展示它的一个产品详情 它的作用在于什么呢 为什么要去设计这个详情页 作用在于什么呢 详情页的作用 我们来看这张图 作用就是低点 低点作用 就是这个产品 做电商 它第一点在于什么呢 就是购买力 详情页的作用在于什么 就是如果没有没有底下那些图片 直接来这么一个 然后应急购买 加入购物车行不行 再想到这里 第一点就是什么 描述产品 描述产品 提升购买 购买率 它作用低点就是描述产品 提升购买率 然后还有什么呢 在详情里面有一些 比如说服装肯定有尺寸啊 然后有不同的颜色啊 有售后等等 对吧 所以呢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 我知道我的尺吗 是多少 我的尺寸 它是否适合 适合 买家 适合买家 适合买家的风格 适合买家的风格 或者是尺寸啊 比如说尺寸啊 颜色等等 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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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完之后如果比如说我去买一部手机 手机的话呢 如果是使用当中有什么故障问题 是否有能给我去维护这个手机问题 比如说那个像服装的话 比如说衣服有一些脱线的问题 或者是掉了一颗旅扣 或者是发错了 发错尺寸了或者发错颜色了 是否呢这个售后是好的 这样子的 这是详细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详细的呢 去告诉买家消费者这个服装 然后的话就是品牌了 当然品牌的话一般在直属车这一块 或者主图这一块呢 就会形成出来 包括这种小视频 主服这一块包括标题 这个品牌怎么样 品牌 是否 瘦 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 这些呢都是卖家考虑的 然后还有买家考虑的 就是什么呢 性价比 性价比就是钱嘛 性价比划算 是否划算 它的作用性价比 价格值不值这个价格 性价格值不值这个价格 然后呢有没有一些促销活动 比如说满299-50满198-20 这性价比就是它的无联作用 好 接下来 诶 徐海小鱼你们做什么呢 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躺在位上面呢 写完了 写完了吧 写完了吗 好 然后呢 比较重要的一点 记住了啊 尺寸 因为我们详情页呢 不是说整个页面都设计的 虽然整个页面都是一个详情页 但是呢 详情页呢 只有这么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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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吧 只有这么一块 所以呢 这个尺寸是多少 然后我刚 这个确定了天猫的尺寸 天猫尺寸是多少呢 天猫尺寸呢 大概是790 790的样子啊 790 然后这个淘宝尺寸是750 单位像素 接下来啊 还有PC端和无线端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们不清楚的话 可以存一张图片 然后 嗯 保存 然后呢 查看一下 是投保的 高度不限 详情页是定宽不定高的啊 详情页是定宽不定高 好 PC端这样是什么意思吧 然后无线端也这样是什么意思啊 就一个手机一个网站 懂了吧 好 这个无线端呢 高度也不是绝对是2万的 好 单位像素啊 还是给你们写上去 PX PX 这个呢是天猫的期限点 发现了吧 所以它是790的 下手 高度不限 好 先记下来 然后我再说一下 什么限定22张图 发音 先把淘宝天猫记下来啊 先把淘宝天猫记下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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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这里 记完了吧 记完了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天猫的啊 比如说我们点击 点击淘宝的时候呢 它里面它跟天猫是相通的 它跟天猫是相通的 然后什么是淘宝店呢 点这个 点这个 你们看头头这一块 它就是什么 它属于淘宝店 明白吧 如果是天猫店的话呢 左上角这一块会出现天猫 明白了吧 这样子 然后呢这一块呢 它的这个尺寸就是750 明白了吧 知道什么是淘宝 什么天猫吧 左上角是淘宝的logo 点进去这个详情 就是淘宝 左上角是天猫的logo 什么旗舰店 买一羊旗舰店 那么呢 就是天猫的相机业 懂了吧 它们尺寸是不一样的 一个750 一个790 这个尺寸一定要记住 明白吧 如果要做电商的话 第一 人家会问你们 第二的话你们以后 相机业肯定会做的很多 因为每一个产品的相机业 都是不同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就是无限端的尺寸 无限端的尺寸的话呢 淘宝呢 同样比天猫要小一点 就是窄一点 淘宝是620像素 620像素 感兴趣的话 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 淘宝APP 好自己可以点开自己的淘宝APP 就是无限宽 它的宽度是750 高度还是不限的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在我们天猫 有天猫吗 这样看我的吗 天猫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 我点了一个华文手机的 天猫的图片 它是一张 它的详情页跟 那个 跟这里的这个 网页的详情页是一样的 它是一张一张的图 它所有的详情页 比如说这是一张图 发现了吧 如果没有贴包的话 淘宝的话呢 就看网站也行 它是一张图 就它的图 图的叶数 就是图的那个数量 不能超过22张 然后每张的高度 不能超过1500像素 懂这个意思吧 不是代表着 你们只能做1500像素 它的高度是不限的 但是宽度是固定 一定要固定先定好的 懂了吧 懂了没有 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好 然后天猫和淘宝 记下来了之后 我们来讲京东的啊 京东只能猜一猜 它会跟淘宝天猫是一样的吗 啊 会不会 你们平时买东西 有没有预览 就是有没有去浏览详情啊 京东它所有的 它基本上呢 它的详情页是990像素 高度不限 它是9990 维品会也是990 记忆记啊 京东是990 维品会也是的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些 有的小型的 这样子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去保存一张图 然后呢自己去查看一下 如果还有一些像什么 其他的一些小型的平台 你们就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 这个 呃 因为 还是 注意一下平台规则 还是会变化的 反正这里连都没有怎么去变化 有些的话呢 如果变化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注册一个店铺 或者存一张图去查看一下 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尺寸是固定了的 好 进一集啊 维品会蘑菇街 淘宝天方京东 进不住的话 至少这三个得记住啊 750 790和990 小鱼记完了